3月底经济部成立1988纾困振兴专线 全台民众涌入造成线路大塞车 1988纾困振兴专线名号 经济再派30名客服人员进驻 根据统计23号单日进化量就超过5000通 接通率从刚开始44%成长到90%以上 而且有超过8成都在询问纾困相关业务 我今年1到6月 有三次的401表403表这种报税的资料 那你跟之前前期的比 有任何一期衰退超过50%都算 跟108年下半年的任一期也可以 考量行业特殊性受到美洲贸易影响 矩阵最远可以到107年同期相比 在备妥申请书及员工薪资清测 最快7天就能拿到补助 就像房屋所在地的基增机关来提出申请 当地的基增机关就会派员实地去勘察认定 房屋税的这个负担可以减轻三分之一 受到疫情冲击的还有工艺彩券行 统计全台三到四月业绩掉了将近两成 财政部也提供纾困协助 各项补助上线如何确实达到纾困 提振经济之效 各部会都还在滚东市修正中 希望帮助民众渡过难关 大家新闻周晨叶宜林 特别报道